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主题是让无数中国观众动容的牵手观音 我觉得其实不全面 应该叫无数世界观众动容的牵手观音 最开始亮相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在1999年就已经创作了这个作品 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创作这个作品 97年 98年我到山西去采风 先是到大同吧 大同看到了云岗石窟 看到了上华岩寺 下华岩寺 在这个寺庙的墙壁上 有牵手观音的壁画 注意这是我看到的牵手观音的壁画 唯一戴胡子的牵手观音 是南相 我们一般一说牵手观音的女的 然后到五台山 金阁寺又看到了17米7的牵手观音 高度 然后就到了太原 太原是从战寺 我看到的牵手观音是最漂亮 最好的造像 八米高 三尊 牵手牵眼牵世家 事实上 我看到的这个太原的这个 牵手观音的塑像 是舞蹈牵手观音的 基本上是母版了 这是创作灵感是从这儿来的 这一系列来的 一系列在山西采风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创作灵感 这样的话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创作这么一个舞蹈 这个运动起来会很漂亮 1999年 中国蝉脸就找到我 说要有一个文艺团体 组织一个文艺团体 去美国演出 那我就想 就给他们拍了这个节目 第二个版本呢 就是2004年雅典的奥运 我是雅典残奥贵 中国表演八分钟的总导演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舞蹈 牵手观音的再次那里推出 在广场演出 12个人 虽然太单薄了 我当时就想 人要多一点 可是中国蝉蝉艺术团 男女孩子加在一起只有21人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21个人的版本 在雅典演出 轰动到什么程度 轰动到 那些孩子演完要撤场的时候 走在哪里 那观众席就像波浪一样 展起来给他们舞掌 就形成了浪一样 事实上在全世界具有影响的开始 是2004年 所以先是轰动了全世界 然后在05年春晚的时候 当时国人激动 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而且可以说 一直延续到现在十几年来 一直是舞蹈界的标杆 其实经典是值得反复的推敲观看 我本人也看过很多次 每次感受不一样 每次都觉得 哎呦这眼睛不够实 又看这个也好 觉得那个也好 您能不能给同学们分析分析 比如说哪一些特别好的亮点 是值得他们去学习 他们去观看的 我先给孩子们讲讲 什么叫观音 什么叫牵手观音 在佛教里边 通常有四大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也可以称为牵手观音 也可以称为观世音 牵手观音的全称 应该是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观音真的是一牵指手吗 不一定 牵就代表多 那就它有很多的手 它有那么多手干什么呢 它要帮助人们 牵眼 真的由于牵指眼睛吗 不是 它就是可以看到全世界 它可以看到任何地方 你只要有困难 它都可以看到你 那么我们要做这么一个舞蹈 它要表达 表达什么呢 它想告诉人们什么呢 今天我也不妨告诉小朋友 舞蹈牵手观音 舞蹈牵手观音 告诉我们 只要你心必善良 只要你心中有爱 你就会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助别人 只要你心必善良 只要你心中有爱 就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你 这就是告诉你 你要做一个好人 你要做一个善人 你要做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 这就是牵手观音的主题思想 下面我就讲讲 舞蹈牵手观音怎么欣赏 还好 舞蹈牵手观音它的美 主要是你能看到一个观音的头 但是你却看到了千万只手 一会这样 一会出其不意变化无穷 这是它 我创作舞蹈牵手观音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简单地说 它就是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 向前看起 看起 从中间看 你只能看到一个头 对 只能看到一个头 一 二 三 哗 我们手就出来 对 多漂亮 好 下面我们再说手 像这样摆手行吗 不行 这多难看 它得有个手形 对 舞蹈牵手观音用的手姿 大家要学的话 注意 它是蓝瓜指 看我的手 蓝瓜指 蓝瓜指怎么做 中指往外出 先把中指出来 大拇指去对齐你的中指 对齐了 这是对齐的 要接近 好了 其他几个手指自然形成 这叫蓝瓜指 好了 有了这样的蓝瓜指形成以后 注意 手腕 可以倒一点 看 往后 仰点头 倒一点 大家见过杨丽萍的孔雀吗 对 孔雀的手 手字就不是这样 孔雀正好变得是食指和拇指 看 食指和拇指要挨在一起 于是这三个手指就像枫黄的头一样 注意你看 这是不是像孔雀的嘴 它可以扭过来 挠一挠 说说话 然后再扭过去 注意 这是孔雀 牵手观音 正好相反 这个手指回去 这个手指要出来 这叫蓝瓜指 而且手腕倒一点 在此情况下 学会以后呢 要戴长指甲 你看那个谁 台立法做的 第一个造型就是 就叫合石 合石 注意你看 也是 中指先不要离开 其他手指先离开 你看 离开了吗 然后呢 注意 小五花 网话 行程 这些孩子们很好学吗 刚才咱们也说了 牵手观音 妇如皆知 有很多孩子 他就是因为看了牵手观音 他要学习舞蹈 但舞蹈专业分很多 包括比如最开始您从事的 舞蹈编导专业 舞蹈编导专业 能不能给同学们讲讲 你刚刚问我怎么编导 找一个音乐 是吧 编几个动作呗 先做什么动作 后做什么动作 蹲下是怎么着 站起来是怎么着 把这一个八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把它编完了 这不就是开始学了吗 学舞蹈究竟有什么好处 学舞蹈会学会专注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海南岛 琼海 有一个叫嘉吉中学 嘉吉中学有一个男子舞蹈腿 没有一个男演员在其他功课下拉下我 都是奸 而且每个学舞蹈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而且往往考的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 这个现象促使我到那里去考察 他们告诉我 热爱和专注就是舞蹈艺术所给予的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不是个例 这是比较普遍的 培养它的专注 培养它的热爱 培养它的自信 各方面能力都会提升 从舞蹈开始 很重要 很重要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张老师 真是太感谢了 我相信听了张老师的讲解 不仅同学们收获非常大 家长肯定也是毛色顿开 知道了 除了每天让孩子练基本功之外 那么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 学习舞蹈的环境 而且要提升孩子们对于舞蹈的审美能力 艺术鉴赏水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艺术为课堂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